總之我們這個制度已經比美國的制度寬鬆很多 公開很多 當然我們要很清楚 國家安全是中央政府的責任 特區政府有義務去做 普通化的地區都很明白 一個叫parliamentary supremacy 國會至上 中央政府掌握的國際形勢 國家安全的資料 整個國家都知道 國安全委員會是地區的政策 它要向中央交代 當然在中央處理國家安全的能力 當然是高於一個地方政府的能力 尤其是在香港算是未曾有這個機制 所以在設立一個公署 也是幫助特區建立這個制度 所以它去指定法官是合理的 行政長官只可以拒絕委任被提名人 不可以選自己的法官 不可以像美國總統那樣選自己的法官 所有的法官都已經是行政長官委任了 但是因為他是作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席 當然他是會有特別的資訊 有特別的能力 能夠去決定怎樣處理這些危害國家安全的方法 反而如果你說要我們那個中審法院的首席法官 或者是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去做這件事 除非你又加入他們 要加他們去國家安全委員會 那我們不想 是不是 一向都說司法獨立 如果他們沒有這些資訊的話 由他們去指定法官的時候 反而我覺得是沒有那麼適合的 因為國家安全委員會 他們的資訊都不是普通的法官或者老百姓知道的東西 所以他委任其實是專業性多於政治的挑選